出發 嗨 嗨 好不好 哇 很厲害 不精美 我愛你 我愛你 我愛會樹 小咕咚 馬上就要去森林玩了 你為什麼不開心呢 咕嚕咕嚕 道哥 去森林的地圖不小心弄壞了 沒關係 小咕咚 我們一起把地圖拼好就可以直接用了 那道哥還記得地圖是什麼樣子的嗎 讓我們快行動起來吧 嗯 讓我們先來看看這塊要放在哪裡呢 小咕咚的家旁邊有很多灌木叢 這塊應該可以放在這裡 我拼對了 這是石子路 應該放在這裡 嘿嘿 小咕咚你看 道哥找到了兩塊池塘的拼圖 要放在這裡 這塊是池塘邊的石頭 放在這裡一定沒錯啦 接下來這張是漂亮的花朵唷 應該在哪裡呢 花朵在小鹿的轉角處哦 哦 又拼對了 咦 這棵樹好像缺了一角 讓我們找到那一塊吧 是這個 是這個 和大樹的顏色一樣 一 二 三 四 太棒啦 嘿嘿 道哥 我們只剩下四塊拼圖沒有完成咯 嗯 這個黃黃的圖案是什麼呢 要放在哪裡呢 小咕咚 這是太陽 要放在最上面 可以幫我們識別方向哦 嘿嘿 那另外兩招 五顏六色的就是目的地森林啦 把它們放上去吧 哇 地圖拼好了 小咕咚可以用地圖找到好朋友們啦 嘿嘿 咕嚕咕嚕 拼了這麼久的地圖 嗯 小咕咚有點餓了 不如我們準備一些好吃的 也可以帶去和好朋友們一起分享呢 今天呢我們就要用這個生菜來做美食咯 我們來看一下啊 現在這個生菜是什麼樣子的 很 軟 變得很軟 紅果果把這個生菜 放在這個水裡面 抄了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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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它變得更加柔軟了 是不是 好 我們再來看看其他的食材都有哪些呢 這個有人認識嗎 火腿 火腿 然後火腿片 黃瓜 對 這個是黃瓜 黃瓜 這個叫蟹棒 吃過蟹棒嗎 我吃過 我吃過 其實這個蟹棒它是用魚肉做的 真的 然後造型有點像這個蟹腿肉 所以叫蟹棒 然後這個黑乎乎的 你們有人認識嗎 這是一種調料叫做醬油 我吃過醬油 我也吃過醬油 我也吃過醬油 我每天炒鸡蛋的時候就吃 對 要放少量的這個醬油提鮮提味 對不對 好 現在呢 像紅骨 有一個小骨 用一種調料 是屬於 這個 對 有 不會 對 没有 没有啊 我在家里切过 你在家里切过啊 我在家里切过 我学妈妈的样子切的 学妈妈的样子切的呀 哎呀 你太棒了 切完之后呢 就是这个样子的 变成了这个火腿条 非常的可爱 我的 切完了 真棒 切完之后呢 也把黄瓜切成细条的形状 来 首先呢 把黄瓜切成片 从中间给它切开 就变成黄瓜条了 会切吗 我来教你们啊 然后从中间这样给它切开 就变成黄瓜条了 对不对 我冲 你很棒 你很聪明啊 不要从中间开始切 你看 我们切的是黄瓜片 对不对 非常简单 加油加油 好 在这里呢 我们要提醒小朋友们 切的时候呢 尽管用的这个刀具很安全 还是要怎么样 小心 对不对 不要切到手了啊 好 我们看到 这个火腿条 还有黄瓜条 都已经切好 准备好了 对不对 我们先放到一边 接下来呢 拿出红果 刚才说的这个 呢 我们就一直以来 不会判断 有人 知道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太好吃了 今天的游戏非常的有意思啊 我们看到每个小朋友身后都绑着一根绳子 要拔河了呢 哪有那么简单啊 我们这个游戏的名字叫做拔河套圈 一会儿呢在规定的时间内 我们的六位小朋友已经分成了两队 然后呢听我的口令之后呢 他们就要从自己的起点出发往前跑 然后呢要把自己手中的圈呢套到对面的小锥筒里啊 我们看一看在规定的时间内 哪队投中的圈圈最多哪队就获胜了啊 好 听我的口令 各位小朋友准备好 各位就各位 准备 开始 加油 这个时候就是力气大的小朋友就比较占优势了啊 好激烈啊 我都被撞到了 但是 我们的投中率还是非常的重要的啊 这个可以锻炼小朋友的这个严手协调能力啊 锻炼他们的体力和毅力 不能放弃啊 你看这位黄队的小朋友加油 不能放弃啊 后面的人如果摔倒了 那我就趁机往前走 然后直接趁这个机会套几个圈 加油 加油 可以投了 对 如果觉得可以了就可以投哦 哇 这位绿队的小朋友 简直 这个锥头简直就在他脚底下啊 加油 加油 所以这个体力是比较占优势的啊 谁的力气大 谁就是离这个锥筒是最近的啊 好 光说我已经忘了这个时间了 因为实在是太激烈了啊 好 加油 对对的 有的小朋友已经套完了啊 加油 加油 其他小朋友加油 哎呀 我觉得我套得很少 其他的比我都套得多 小朋友你离那么近 怎么一个都没套中啊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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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栏目由盖师怪名播出 卖家卖三色林卖燕麦翠 幸福生活从一口燕麦翠开始 好 还有最后的十秒钟 五 四 三 二 一 时间到 好 经过统计呢 我们的黄队一共投中的是21个圈圈 绿队呢 一共是30个 好棒啊 好 那接下来呢就是一对一的比赛了 每队要派出一名小队员来进行对决啊 好 那就你来吧 黄队呢 你来是不是啊 好 我们的比赛马上开始 我觉得我会赢 因为我力气大 为什么你要举手参加呢 因为我觉得他们绿队派出的力量很大 所以我觉得我这里边只有我可以跟他比了 准备好计时开始 加油 其他队员要为他们加油啊 加油 本栏目由高盖美为助力成长的妙克兰多奶酪棒 特约不出 黄队使得劲 黄队快点 加油 黄队加油 加油 绿队简直就是贴着脸在圈圈圈 黄队使得利线 黄队 不要抱起 黄队 黄队加油 加油 争取套中一个 黄队 加油 黄队加油啊 黄队加油啊 好 五 四 三 二 一 加油 时间到 好 经过激烈的比赛 我们的绿队一共投中了17个圈圈 恭喜 黄队表现得也很出色 虽然 没有套中 对 没有套中 但是表现得也很出色 也鼓掌 但是我们玩得很开心 没错 接下来给他们颁奖 来 每个队员都有一个小奖牌 不客气 宝贝恭喜你 恭喜 来 谢谢 不客气 每个小朋友通过自己的努力 都有收获是不是 对 继股长 太好了 好 最后 让我们一起喊出我们的口号 宝贝动起来 太棒了 小古东 这个游戏需要很大的场地 太适合在森林里玩了 对呀 道哥 这个游戏还能锻炼身体呢 太有趣了 小古东还要多准备一些游戏道具 和好朋友们玩 小古东 其实我们也可以和好朋友们 一起在森林里散步 观察美丽的森林 都有什么有趣的事物哦 观察森林 森林除了好多好多的大树 还有什么特别的东西呢 嘿嘿 让我们去听听小朋友们 是怎么说的吧 嘿嘿 那还等什么呢 我们快去吧 森林里面都有什么呢 森林就是有很多草 有很多树 有很多小动物 白天是太阳 白天是太阳能照亮森林 等到晚上时 森林就黑漆漆了 森林里有哪些植物呢 森林会有好多好多的树 或者 池塘 树很高很高 比楼房还高 银杏树 它的叶子很像扇子 有松树 松树长得像一个小塔一样 香蕉树 像香蕉树树的像个月亮 森林里面有好多植物 我知道一种植物叫大王花 花包的时候是很好烫的颜色 但它花的时候就是黑色 有一些小白点 森林有蘑菇 蘑菇像小伞一样 有小草 小草 小草上还会看鲜花 玫瑰花 玫瑰花 火狗鹰 吃人花 它能吃小虫子 它长的样子是有一个大嘴巴 喇叭花 喇叭花 喇叭花什么样 狮子 老虎 森林里一种蛇 叫竹叶青 它是绿色的 森林里面有金丝猴 比如鳄鱼 鳄鱼 鳄鱼有长长的嘴巴 还有牙齿 然后它还有长尾巴 还能在陆地上 也能在水里 森林里有狼 它长得跟狗一样像 森林林有鹿 鹿的脚特别大 像树枝 蝙蝠就在夜里 有黑色的雀巴飞 我觉得森林里面 有猫头鹰 它是早上睡觉 晚上出体 狐狸 它有一个大大的尾巴 很漂亮 蝎子 它尾巴是有多大 它的尾巴叫什么 尾巴是这样的形 然后有的 有的特别尖的针 手是两个大铅子 森林里面还有很多小青蛙 还有老鼠 它从树洞下面那个洞进去 然后它就钻土里去了 我知道豹子 豹子叫什么 豹子有好多的灰色的花纹 我知道有一种乌龟 它在森林里 它的腿很粗 像大象一样 有一种小鸟叫 布骨鸟 因为它的叫做是 布骨布骨 森林里面有可能有松鼠 小小的眼睛 它的尾巴特别大 它住在树洞里 小朋友们还有一些奇思妙想哦 我觉得森林里会有很多颜色 比如大树是绿色和棕色 小花有什么颜色都有 比如说红色橘黄色黄色 粉色绿色蓝色都会有的 森林里有很多土 你给种子满在土里 就能长出植物的 森林里有瀑布 是从高山上流下来 森林里有很多味道 比如花的味道 或者水果的味道 森林里有好多声音 小鸟会叽叽喳喳的叫 森林里有沙沙沙的声音 风吹树叶就沙沙沙 森林里面有阳光 动物和植物和小虫子 都很需要它 森林里面有月光 这样小动物晚上也能看清路了 森林里还有亮亮的星星 一闪一闪的 我们要怎么保护森林呢 怎么保护森林就是 不要烧火 少坦乏树木 去森林的水果 不能在里面扔垃圾 如果森林里没有垃圾的话 那不能丢在森林里 要带回家扔了 不要浪费纸 因为纸是用木头做的 如果要做纸 就必须得砍一些森林里的木头 就是不伤害森林里的小动物 我们也不能伤害大树 也不能乱摘花 咕噜咕噜 小朋友们口中的森林真是太诱人了 不仅有各种各样的植物 还有那么多可爱的小动物 道哥觉得最有趣的还是小朋友的奇思妙想 比如森林里有很多颜色 对呀 道哥 小咕噜觉得小朋友们都太厉害了 小咕噜 小朋友们还有更厉害的地方哦 他们还可以模仿森林里的动物呢 小朋友们快来看 这个有着长长的尾巴 金黄色的毛发 还有一双大眼睛的小家伙们是谁呢 没错 它就是我们动物界的小明星 金丝猴 金丝猴是中国独有的动物哦 它们金黄色的毛发 在阳光下闪闪发光 看一眼就让人心情大好 我们一起来模仿金丝猴爬树的样子吧 像童童哥哥这样伸出双手 向上爬 向下爬 再向上爬 加油 小朋友 马上就要爬到树顶了 树顶的风景可真好呀 小朋友们你们看到了吗 金丝猴非常喜欢梳理毛发 你经常会看到它们坐在树枝上 用手梳理着那闪闪发亮的金黄色毛发 它们梳理毛发的样子 就像我们在梳头发一样 非常认真和仔细 我们一起来模仿金丝猴梳理毛发的样子吧 像童童哥哥这样伸出一只手 变成小梳子 让我们来梳一梳 这边有一个小猴子 让我们来帮它梳一梳毛发吧 梳一梳 把凌乱的毛发梳整齐 小朋友们梳整齐了吗 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 卖家卖三色林麦燕麦脆 幸福生活从一口燕麦脆开始 本栏目由高盖美为助力成长的 妙可兰多奶酪棒特约播出 哇 咕噜咕噜 小朋友们好棒呀 模仿金丝猴的样子真是太细像了 屏幕前的小朋友们 你们学会模仿金丝猴了吗 好了 小咕噜 我们也要出发去森林和好朋友们集合了 咕噜咕噜 让我们下次再见咯 想看